美麗的火花在水泥地板上炸開 從監視器裡頭可以清楚 看見火光一閃一閃 2號凌晨2點 有民眾在這裡放炮放煙火 疑似因為新火飄到焦伐上 整艘焦伐燒起來 警方釣魚現場監視器 隔一天終於找到人 暗化後本分級立即 釣位附近監視器 並傳案相關涉案人眼到案 就是這輛銀色轎車 當14個人放完煙火 坐上車準備離開 警方徹夜搜查 研究間隙中的車輛逮人 終於找到當時在碼頭邊 釋放煙火的兩男兩女 將他們帶回派出所增訊 他們也承認 在附近有打掌鞭炮這情形 四個人都承認 當時離交罰最近的只有他們 而其中釋放煙火的只有無姓男子 但這個舉動恐怕 已經觸犯漁港法21條 會被罰3萬到15萬 若是放火波及旁人運輸財產 也已經觸犯刑法施火罪 會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特別呼籲民眾不要到這個 一港區這邊來攔放煙炮 以免引爆火警 每到中秋節就會有許多民眾 來碼頭放煙火 讓這發主人實在很頭痛 天天提心吊膽 就怕身材工具會一息遭殃 記者賴關家馬家瑜才能報導